苗栗元是带着嫌疑人回来的 嫌疑人王洪是一名又高又胖的汉子 能有1米8多的身高 200斤上下的重量 看着就能将一名普通人整个拎起来 压到身子下面的那种 专案组的成员看着嫌疑人被压入了办案中心 在回想案情 都有点不寒而栗 熟人 还喝醉了酒 遇到这种人 叫天叫不灵 就是叫地叫不灵了 王传心眉头紧锁 他长相白净 身材板正 属于丈母娘越看越喜欢的类型 但有一说一 就算是警察 要是遇到这样的熟人 又喝醉了酒 苗栗元熟悉案情了 神情更是郑重的道 我小时候 老师光说不要跟坏人一起玩 要挑选朋友 老师当时就应该举例的 咱们把这个案子往学校里一放 好家伙 我倒要看看有多少人 还想混社会的 唐家小声道 这种案子怎么放学校 学校都要跟着学坏了 他说着就有点害羞的样子 苗栗元呵呵笑两声 道 那是你不知道现在的学校学生 唐家依旧保持着害羞的样子 你详细说说 苗栗元故意点起一支烟 道 我见过最厉害的是三个男的两个女的 当时那叫一个凶多吉少 唐家鸣嘴一笑 苗栗元大惊 你听懂了 唐家道 五个人的我也见过 他们当时叫五星莲珠 苗栗元呆住了 你这是 你凭什么见过 唐家潇洒的一甩头发 道 我跟着初警看到的 据说 他们之前都是玩七星莲珠的 当天有两个人不参与了 他们就玩五星莲珠 结果五个人围成圈 稍微有点绕不过来 一个人就抽筋了 喊了一百二十 苗栗元瞪大眼睛看着唐家 唐家继续道 一百二十过去的急救员 发现参与者里面有未成年 就好心的帮忙报警了 我过去才听说了这个故事 抓人了吗 王传心也表示好奇 唐家唯唯摇头 十七岁而已 自愿参加 而且都是男人 也不知道该怎么处理 就批评教育而已了 王传心缓缓点头 并好像获得了什么新知识似的 道 原来五星连珠会扭道 只有站着会扭道 唐家就正道 他们当时在酒店里面 有人嫌地板葬 不愿意躺下转 否则躺下来的话 五个人也不会扭道的 他们自己分析的 王传心比划了一下 还真是如此 苗栗元做总结道 所以 难得学点瑜伽啥的 还是很有必要的 王传心听不下去了 苗哥 你抓了人 还跟人学艺了不成 突然这么有感慨的 世界就是这样子的 错的难道是我 苗栗元反驳 嫌疑人交代了吗 申耀伟冲进了办公室 气喘郁郁的样子 接着 申耀伟就看到了几位大佬的目光 治安支队的支队长 申耀国张口就是一声训斥 进门都不知道先问候一声的 毛毛躁躁的做什么 我 申耀伟无奈 挨着余温书等人 一路问候过去 余温书笑笑 等申耀伟一路问完了 道 我们也都在等结果呢 孟承彪在审视吧 他看向两边 嫌疑人是苗栗元送进去的 他连忙道 是孟队在审 余温书点头 并向旁边的几人介绍道 孟承彪以前干过预审的 这次放进江远的基案专班里 也是想给他们一群年轻人震一下 这下就发挥作用了 速度有点快 我也没想到 哈哈哈哈 他是真的爽 这么大的案子 说破就破掉了 正常情况下 谁敢想 最重要的是 这么重要的命案基案 刑警支队基本没有伤筋动骨 往年里 要做这样的命案基案 不出动三两个大队 都是不可能的事 那是对嫌疑犯的生命的不尊重 而今 他虽然是打了几个电话 还借用了治安和图真的辅助 但那都属于在正常不过的调用了 普通的县案抢劫案 可能也就这么个配置 余温书自己一个人的时候 还没有这么爽的感觉 现在旁边站着其他几位同级的支队长 他的快乐就不由自主地蔓延起来了 就算交代得快 我估计还得审讯一阵子呢 大家坐下喝点茶 余温书像是一名殷勤的东道主似的 用两颗圆鼓鼓的小青肝 开启了这一轮的茶话会 等会吧 申耀国也想看看这边的案子 顺便帮自家表弟混个脸熟 喝茶 图真知队长叫长孙烈 父姓长孙 也是过来刷刷脸 顺便看看情况的 苗栗园作为推进了案件 并逮捕了嫌疑人的警员 这会儿情绪增加 还有空看看四周 同僚们都在忙碌着 这里很多人都是想要突破边界的 但真正突破了边界的 只有他苗栗园 苗栗园的脑海中 不由浮现出立功受奖的场景 以及五星连珠的样子 不觉一个机灵 申耀为颇为懊恼 这会儿 又忍不住小声嘀咕 怎么会有人出门买包烟 就跟着人钓鱼去了 而且 一个电话都不打的 脑子被钩子给钩坏了吧 于温书呵呵一笑 道 他如果给家里打电话 老婆肯定要他回家的 到时候他怎么办 回家吧 不是白出来了 什么都没得到 回去还得再挨一顿骂 反正都出去钓鱼了 反正回去都是挨骂 他又何必打电话 等要回去了再说 挨的还是同一顿骂 说不定 老婆等得着急了 还能少挨一点排头 于对是有生活的 长孙列翘起拇指赞扬 于温书不以为意 淡定一笑道生活麻 这边得到点什么 那边就失去些什么 其实只要老婆愿意等你回家 又能把孩子老人都照顾好 也就可以了 而且 咱们出门是为了工作 又不是为了钓鱼 这个不可同日而语 长孙列可可两生 其实钓鱼这个事 也不纯粹是坏事 钓鱼的时候 能让你思考 申药伟低头无语 他是根本没想到顺着受害人的爱好去调查的 他甚至有考虑是不是出了什么意外情况 或者受害人和凶手玩得太花了 以至于手机变成了摆设 而今看来 还真的是意外的概率比较大 审讯室里 嫌疑人王洪交代的情节也大抵如此 我本来就是喊王军死者去钓鱼的 王军提议说买点啤酒 一边喝一边钓鱼 我赞成 到了钓鱼的庄子 就让老板给送些酒和小菜 那天的天气好 喝酒又喝得舒服 后来王军用啤酒打窝 连赶了好几只草鱼 高兴坏了 我们就直接钓了葛通宵 主要也是想省钱 通宵钓鱼 就不用住宿了 第二天 我们又是喝酒 钓鱼 到晚上 就有点熬不住了 然后就开了一间房 开始说的是交替着去睡觉 一个看票 一个睡觉 争取把房费掉出来 王军喝得多 我就让他先睡了 到后半夜 我撑不住了 过去喊他也喊不醒 我也就直接睡旁边了 其实我本来没想干啥的 就是睡着睡着 有点冲动 看王军还挺顺眼的 想着大家都这么熟了 我就把他给上了 睡到凌晨 我看王军还没醒 我也不好意思 我就自己去钓鱼了 中午喊他吃饭的时候 发现他吐在床上 还把自己给淹死了 我也没办法 我刚跟他搞过 报警了 警察也不相信啊 就只能带回去丢村外面 负责审讯的孟成彪都没说几句话 嫌疑人王红就交代的差不多了 他的心理防线 在看到苗栗原找出来的视频截图的时候 就基本崩溃了 而这条心理防线 还是他用了一年多才建立起来的 论性价比 可能不如马奇诺防线 但他的抵抗意志 已经超过发军了 孟成彪又补充询问了几个重要的问题 特别是抛尸地点的细节 确定没有问题以后 才结束了第一次的审讯 等他上来汇报的时候 江远和余温书等人 也都通过办公室里的投影 看过审讯过程 省会的硬件条件就是这么好 能不能破案是一回事 装备肯定都是齐整的 而现场听了审讯的一群人 也都陷入了久久的沉默 到孟成彪进来 余温书才下意识地安排到 尽快做现场的指认 证据整理出来 就抓紧送检 争取年前把案子诉了 是 孟成彪看了眼江远 才答应下来 余温书笑笑 对江远道 这下子 案子破掉了 你给咱说点啥 江远自不却场 站出来 当着几名支队长的面 道 这个案子作为咱们专案组 互相熟悉的第一个案子 顺利侦破 就挺好的 经过这么多天的工作 大家互相之间 应该也都有所了解了 接下来 接下来 我建议是放假几天吧 大家可以把年假 和调休之类的修一下 过几天 咱们就开下一个案子 余温书等人听着江远说的前半段 尤其是年假和调休的部分 还稍微有点不自在 可听着听着 见江远要开始下一个案子了 几个人的表情就都发生了变化 余温书是不由自主地笑出了后槽牙 另外几位就是惊讶地露出了后槽牙 这次就每人调个案子吧 等上班了 大家每人交一个案子出来 有合适的 咱们就做 江远接下来的话 就更令人吃惊了 江远基案专班的一群人 互相看看 各自还有点小激动 突然有种可以决定他人命运的权利感和使命感 中文字幕提供